小暖,学校里有事,我得回去了 什么事啊 哎呀,你是不知道 学校的新校长上任 我作为学生会主席肯定有事的 而且你都不知道吧 这个校长还特意吩咐 要把欢迎仪式搞得隆重一点 真的是够了 那有的你忙了,赶紧回去吧 等我身体好了,也会尽快回学校 拜拜,你不用送了 阮青薇说完,已经跑了出去 却正好看见叶明爵走过了 叶先生,学校有事,我先走了 慢走 叶先生 有事 小暖,他小时候受过伤害 你要好好对他 我知道 阮青薇看着叶明爵眼里的坚定 便离开了 叶明爵转身走进卧室 宝贝,怎么了 我饿了 饿了,我现在就去拿饭菜 五分钟以后 叶明爵便端着饭菜走了进来 啊,都是清淡的 乖,你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 好吧 安嫂暖喝了两碗粥 又吃了一点清淡的菜 饱了吗 嗯 乖乖的坐在床上 我去给你切碗水果 大叔 怎么了 大叔 你,你喜欢我吗 喜欢 很喜欢呢 我,我也喜欢大叔 我知道 好好休息 我去拿水果 等叶明爵走了以后 坐在那里回想刚才叶明爵说的话 傻傻地笑了起来 很开心 叶明爵放下水果 喜欢我 嗯,我也喜欢你 知道了 叶明爵低头 闻住安小暖那诱人的嘴唇 嫂子 哥 哎,来了 叶染西抬头 便看见安小暖红肿的嘴唇 嫂子 刚刚是不是很刺甲 安小暖听到这里 转身朝客厅跑去 哎呀,嫂子跟我说说 我哥他的鸡 这个月的零花钱扣除 哥 我知道错了 再说下个月的也没有了 叶染西一听到 立马闭上了嘴巴 嫂嫂 这几天 你就待在家里休养 我已经和学校那边请过假了 身体什么事好全了 再去学校 可是我的学习怎么办啊 没事 有空可以让染西教你 那好吧 啊 你还要出去啊 嗯 公司里有事情 什么事情 受害嫂子的那些人吗 安小暖听到这里 眼睛亮亮的看着叶明爵 好了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好的 嗯 好了 我先走了